相较于武党及台南市长参选人林一峰今天以国际动漫音乐节炒热选情 民进党参选人黄伟哲则推温新小品 邀请台南在低乐团在台南城市院尽管青春舞台登台首演 唱出台南人的幸福 林一峰将一连两天以Crazy Friday国际动漫音乐节活动炒热选情 首场今天下午三时在台南市安平游艇码头登场 吸引不少人潮聚集 黄伟哲则在北区有一座台南城市院警馆 今天请来在低乐团Mr.Ten单纲首演黄伟哲振营表示 今年选举不设农农政之类的竞选总部 而以台南城市院警馆作为交流空间 馆内涵盖文化首府 产经重镇 智慧新都 创生成乡 希望家园等台南发展五大铸轴 呈现市政的愿景规划 台南城市院警馆的青春舞台 每周末都会邀请台南在低年轻人组成的团体登台 包括乐团 舞蹈 萨克斯风 吉他社等 黄伟哲表示 他希望市民在城市院警馆了解未来市政蓝图的同时也能享受一文演出 度过幽间的假日时光 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推温新小品 邀请台南在低乐团在台南城市院警馆青春舞台登台首演 唱出台南人的幸福 记者正为真摄影 分享 相关阅读 黄伟哲躺祝璇也能赢 台南市长最新胜率分析